第2節,繼續討論耐填性奮鬥士 如何帶領這個Megasic節上位,終於追得完成這個心願 究竟做了什麼呢? 沒錯,就是擴闊讀者群 正如之前所說,兩家雜誌社出版時 都是用一個小學生,年齡層較低的位置去發展 正常來說,通常都是小學生看碼 當年是,雙小學生說媽媽也是告訴小學生看 當年人們是這樣想的,但學生就覺得你不行了 小學生,一般生加起來就這麼多 不是有多少市場,還要搶啊 當時搶到很閒,不能再搶,不能再抗 你會發覺要抗符讀者群,開始要 這時候開始有個高端,調高雜誌年齡層,變成青少年 其實這時候有些很有趣的作品 就開始引入一些類似,怎樣呢? 成年向的題材,例如《夢面超人》的漫畫 就是這個,石屍山坦,總結出現了 就是《夢面超人》 類似這些作品,以及一些好像 怎樣的,賽車,一些 賭博層面的漫畫都可以出現了 這些是以前不會有的,但 或者青年向就可以出現了 就是,總之是擴闊自己的漫畫領域 來吸引更多的觀眾群 嗯,沒錯 這時候,因為它是1965年 大概5年之後,即1970年 漫畫領域是150萬,終於突破新地了 嗯,但這個時代好像還有一個很大的眼鏡 好像很風光的時候 當然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好處 就成年大家,我曾經說過 1968年,出現了第三本漫畫周刊 就是《少年霜》 沒錯,這個真的很大的危機 表面上是三家分立 實際上,不好意思 《少年霜》那邊的集編社 是小學館的無公司 所以實際上 兩間打你一間 就是,小學館分了資源 去了集編社那邊 兩面戰線夾攻 其實你也是唯有你的 對了 還有Megasin,他也是走不同 小學館的力量維持低年齡層 走不走高年齡層 等於變相包含了 夾攻回Megasin的客量 結果,1970年的光輝歷史 不夠四年 1974年已經搶了他去笑了 所以這件是比較滑稽的事 他最少曾經風光過 只有四年了,大哥 不是曾經風光過 嗯,那... 那... 沒辦法的,大哥 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Megasin放在後面齁 因為我們要先講一下Jump 沒錯 現在變成了蕭良尼牌 現在變成了整件事 但問題在於是 但他其實是否始終都比新地位高呢 他拆過出來之後 之後也是高的 就是永恆的路爾 我程度上是定了三個位置 是這樣的 但問題在於新地 你要消量低 其實沒所謂 就是他就 立了市場 因為他其實已經衍生了一本Jump 他的Jump 因為你看到Jump 很明顯題材上 是一個要走的Style 不是,他... 當年還沒有走這個Style 當年是比較多變的 當年的Jump IQ博士都很純情的年代 就是龍珠初期都很純情 不知道 之後變成Jump IQ博士的純情 有些奇怪 對 對 以年青人來說 都很純情那種的色情 只有一種 你這樣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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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種 Megasin的風光走不了多久 被Jump蓋過了 這個情況到現在都一樣沒有變過 就是 就維持在Jump排第一 Megasin排第二 和Style排第三 但是銷完市場上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看到近年的財政年報 其實Megasin是虧本過 就是一號金的 但是反而 Style和私學本 就沒有什麼變過 嗯 那究竟 是不是他的行政上 開支上 是不是策略出了什麼問題呢 嗯 策略上來說 其實就很難說 首先 我不知道他的公司怎麼營運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策略上 其實他也有足蹤 但當然 如果有分析策略上 其實有些問題 就是我個人意見 然後就是 嗯 上一次我講 Jump也講過了 Jump其實很主力發展 一個多媒體平台發展 即是會出動畫 會出一些 橫向一些 遊戲會出的 但是Megasin 他也有做 不是說沒有做 但是呢 他有點不同 他動畫版的 有多版 但不是主要 反而是 因為他漫畫層面比較高 他可以日劇化 嗯 即是你見到 Jump有的 Jump有的 日劇版 但問題是 他一兩套 不會太多 但Megasin 日劇版的數量是非常之多 很多漫畫都可以判入日劇 因為他層面高些 即是他反而是比較接近日劇 那方面 就不是動畫那方面 你看回其實 少爺Megasin 最有名的 漫畫全都是日劇的 像太太壽司 嘩 即是很多人都會吃 金田日劇 金田日劇 因為我拍到爛了 九龍香港 九龍財寶 還在拍那一刻 才得名 GTO系列 GTO系列 GTO也是不會不認識的 轉了日劇版之後 還很受歡迎 即是這些完全是日劇 他是走日劇路線 因為他成功轉了去 漫漫高年人層 但這是一個死證 大家要明白 看日劇的觀眾 不一定會漫漫畫版 但看動畫版的觀眾 可以漫畫版 因為年齡層差不多 例如看日劇 通常已經是上班 或者是經濟收入 我看山口至狗 我看明星會比較好 他們不一定會看漫畫 即是他們看完日劇 就算了 看漫畫的DVD就算了 不會追回漫畫版 即是沒有了我們 好像講Jump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雙贏的局面 即是漫畫 動畫 你會各自吸引 對互相的觀眾群 因為始終你 其實那個日劇 和動漫的消費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尤其很多時候 我們做動漫迷 就覺得很自然 想動畫 我會買回原著 動漫是好像黏在一起 你會買回原著小說 玩回原著漫畫 買回那些商品 整條鏈 就這樣做出來 但是日劇 就很少 日劇 漫畫 雖然他們是同一樣 日劇 你不像漫畫 你追過漫畫 你想看日劇 是有的 但很多時候 有些人是 那個明星 那個偶像 我很喜歡的 通常日劇 有些東西 因為他可能不知道 雜數所限 他總會把原本的漫畫 改編 原創一些東西 或者加插一些角色 總之 和漫畫是有個分別的 而且日劇 製作形式 你不可以跟到 動漫的難跟 相比之下 真人拍攝 有很多限制 但你會說 有些東西好像很紅 但直接利益 相比之下 就好像不會那麼多 應該說關聯性 沒有Jump那邊那麼重 就是最簡單 前一陣子 我Jump那邊的 就是 不能用眼鏡杯 用漫畫 日劇法之後 很受歡迎 這個應該是周刊的 對 但問題是漫畫 卷落 銷量其實沒有提升 就是被人砍了 是嗎 最後被人砍了 被人砍了 即是 即是日劇 即使受歡迎 都不會影響 他本的銷量 我猜不到 其實不適當其他單號版的銷量 因為他會很紅 所以 反而變成動畫版 紅了 但動畫版更好 就是那些銀魂 買得更好 可以翻譯 但現在只能帶不起來 是這個才是死症 即是 可能他推廣日劇版 是增加之名度的大問題 但無法接近自己的漫畫 就是 所以這幾年 這幾年他都會積極做漫畫版 正動畫版 例如廖師美白 這些類型 不適合日劇化的問題 是失去頭淡湯的先機,他已經走過這條路 反而是那邊不行,你就走回走那條路 最重要是關乎兩公司的背景不同 集英社是新的,所以跟新媒體 例如動畫公司會比較熟,會比較容易弄一些 但問題是唐彈社本身是舊型的 書店出版社,它跟傳統媒體比較熟 所以日劇化開始,因為它純粹是熟 所以日劇化很成熟,所以你做過後就無所謂 但你現在不同,可能有些作品,例如《魔法老師》這些 不適宜日劇化,但... 但日劇化過的 這是另一件事,不要看日劇版 那個日劇版真的很黑歷史 我已經有這麼大的問題了 日劇化好像不止日劇化 日劇化好像很要命 《魔法老師》的動畫化都不見,好得去哪 但日劇化太美劇,日劇化真的不想看 試過動畫化,日劇化那個黑歷史 不要理會 我真的不看 我真的想起那個會露內褲的日劇 真的笑死我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 他只是一個沒有H的TMA版 自己搜尋一下,但他真的很要命 不要看,我叫大家不要看 Anyway 今天也有動畫版做 當然動畫版 其實當然是日劇版會出名一點 如果今天的話 一定是日劇版 從日本的市場來看 一定是日劇,始終市場比動畫大 消費力可能沒有那麼強 這是你一件事 但你相信觀眾群,日劇一定會比較厲害 黃金時段播,你不可能比心理時段播 是一個需要反省的事 所以你論紅,一定會輪到一套劇 那你紅不紅的漫畫 令他連連帶都可能是賺了版權費 賺不賺了一些周邊的銷量 那一刻才是問題 不過動畫版 你看到,例如消費力的動畫化 一向都不像Jump那種形式動畫化 你不是長命回來的 我經常用那個形容詞 就是Jump那些Blaige 銀魂也斷過一下,火影 One Piece那些三台柱 那些Blaige就完了 之前火影,One Piece那些 是不停做到五百多六百集 每個星期都播放 但少年Magazine是不同的 那些動畫版 都是做一些很平常的形式 就是一季一季播放的 除了Fairytale比較長 類似像郭村那些傳統型 那些跟電術不能熟 可能就一季一季做 批出去 你沒有那麼多權力咬回去 就習熟回來 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公司出身不同 那這個沒什麼 因為始終你看回 如果你看One Jump那些 漫畫改編動畫 都是有電視台聯繫的 都幾個電視台 全部都是 那你爭取到一個蕩期回來 這些全部都是 它還要很熱門的時段播 但是你Magazine沒有這個能力 的時候就很難 爭取一些蕩期回來 然後播動畫 就是那一句 你原本公司 你的公司出身如何 你的動畫 上必又如何 真的也必如何 那沒辦法 你出生的 不過搞這樣動畫 都有一些很出名的 我覺得中華一番類 都很出名的 動畫都幾多 好啦 我們可以說去類型的作品 剛剛又說到 年齡要高層FIFA 那怎麼辦呢 以前就 純情校園漫畫 現在就 校園不良漫畫 美國才是最多的 你不計算GTO算了 即是不良車硬鏡妹 最近現在 確實在畫了一本 山田羽七位魔女 那些不良少年做的 例如雙男順來 雙男順來組 就是GTO之前的作品 這些不良少年的作品 反而是Megazine有的 你看看 應該沒有 暫時印象中 沒有不見 雙男都很黃度 最多給你一個黑神 黑神都不是不良 那些不良少年 那些已經超能力 大戰那些就不知說什麼 難以歸類 那一方面 第二部分就是 運動類 剛才有說過有什麼奇怪的例如 踢球已經算少了 拳頭也算了 騎馬 少年神區 本土恨狗的騎馬 這些奇怪的運動類作品 騎馬可以叫做運動 可以打拳 打拳 打拳 那戰鬥類 當然 類似剛才有個說的 不適宜劇版 適宜動畫化的作品 例如 尤子尾巴 天神天下 有一套我不是想說的鬼眼狂刀 非倫少年 六少年 那套東西是不是戰鬥向呢 我真的想問 那套東西 那套東西是說什麼 我看完之後 我問他 魔法老師 不是啊 用一隻鞋來戰鬥 真是我命 還有美食類 剛才有一個祝賀花很出名 還有象太壽司 這一部分 另一方面 被打倒數 偵探類 即是金田一 踢完之後 就有一個聖學員 Q 但問題是這套 人力其實不太好 當然 因為他本身前面都不太好 我其實覺得主要是因為 角色素造 他有問題 而且最重要是 新來出了一個 Ola Ola Ola要殺你了 所以你應該沒有人還得手 就是 對 Ola和金田一都是東京兩大死神 去到哪兒 去到哪兒 他最近說香港的 對 香港死神 對 這樣 不過你很難說 偵探學員Q 是他打造一個 想做一個新的金田一出來 但 他野心是這樣的 最後做不到 他五個人是分擔不到 一個人做到的魅力 但感覺上是實驗性的作品 我覺得是偵探學員Q 但套路也是那類的 因為當年 Megasin也在說 Megasin今次已經玩到爛了 已經玩到 大家也不想看的地步 你再玩他會成功 其實現在也是 他現在說 30周年紀念化 我想說 不要再搬魔術師出來 真的不行 魔術師那個 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個宿敵那個 就很便宜了 那個角色 真的忍不住他一句 本來人家很帥 就很便宜了 現在整個敗者的樣子 不行 算了 好 最後一對比較特別 就是Megasin 可能大家看Megasin 我喜歡看這類的 就是比較儀式 即是不可以 那是一類不知什麼 例如大家都知道 專網老師 很難分類 專網老師 或者郭家士 市家復存的 黃水學山會 還有未來燈內會 赤空白海 你不知道是什麼類 奇怪怪的作品 就是這些 其實我覺得奇怪 Six-Six-Horic 那些也算 算是類似的 KM系列的作品 KM系列的作品 怎樣說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一向都不知道 歸類是什麼 我覺得是SF類 類似奇幻 奇幻類 就是這些 又不適合 是Sunday小學生看的 但是KM當時 做了一樣 幾破格 就是他 他出了兩本漫畫 是他有連動的 噢是呀 這也算是挺有趣的 但是那些人是 是連動不知想怎樣的 好像是自願不到奇說 這個KM 我們有機會說KM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但是成功就看 很清楚 都出到絕望先生 其實是挺厲害的 一個 其實是很不少年漫畫的 我使得絕望先生 因為現在Megasin 又介乎中間 小學生看的當然去了 小學館 新地 熱血 浸 最旺度的 但中間的 又不左 又不右 中間的就去了 Begasin 他有確認性的 這樣 高不成低不就 類似一隻 沒辦法的 就是一件事 剛剛說到出版社 始終你 小學館那個新地 和Jump 都是一間出版社 他分明打兩條方向 這樣夾擊你 那你唯有被人吃著上 被人夾擊 那一刻之後你就會 力真求處 可不可以都分開 都好像他們這樣分開 有沒有這樣的資源呢 其實 那時候有其他漫畫 月刊 可能有些是少女 有些是月刊 但這些 過不表 這些就不是特別大主要 講談社你不像十英社 講談社其實他有很多其他類買書 其實他漫畫不是其他業務 不是他的重點 十英社業務都放了很大的力量 這也是公司問題 也是沒辦法的 其實我對這個 你先說一下 我本來想說 事前Maker先 其實事前Maker先 我覺得最重要 我自己看過很多 金田一 就是從小到大 魔法老師 我記得 因為魔法老師給你的感覺 就是一套 你不會在Jump出現到的 但又是少年很王道的動作漫畫 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是服務男性向的畫工 有些可能很好看 但票選會死眼的那些 就會去掉 即是想到那些 放了針 應該不用三枚就玩完了 類似《中擊的巨人》 你放了針 留你看看 不知道 很難說 這本事 這些比較邪道 你當邪道 不正常的漫畫 會去到什麼時候 因為Jump 你經常都說 你那些就是 你那一期沒有人看 就不看 就會斬你 尤其你魔法老師 是暗道塵倉的 那個玩法 那時候是 一開始是賣殺B4 然後就審得越來越多 不關事 他只轉型低能 無論轉型 不關事 對 轉型之後 他轉不完那種 但是 你會看到他很多嚴謹的設定 打魔法都可以玩到這麼多東西 那時候 那些故事有很多復筆 埋很多東西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 是懶是多復筆 對 最後收不收得到 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是收不到的 不過就是 這些那麼多鋪層的東西 就是 Jump很難有時很難看到 或者有一些去到 你要很長很長的故事 有很多東西給你看 才可以埋到這麼多東西 在手上 太慢熱的 魔法老師是編的 相比之下 我有本事令Jump 可以100集都不可以斬 只要得到頭 問我拿稿 大家就可以有機會 作出一些故事 就是 就是某Hunter 對 某個副X 那些 但是很多作家沒有這個權力 真的 對 這樣 剛剛我們最後補充一下 Megasin到現在為止的發展 就是 類似 他反而是 他應該說 後來大概2000年 都可以吸收一些人才 就是 最主要就是 首先 Jump 那些作家被人咳嗽 去了Megasin 那些收留所 例如 諾客行 那個作者 《者尚紅》 對 例如 新來的人走 最簡單 類具成事件 之前 新來主要是 新來的風格 就是編輯比較老 即是老舊的 老舊那一派 可能新的作家 頂不住 就會走出來 Jump 就去了Megasin 就變成了 例如 村之賢 真的是收留所 類似收留所 即是 絕離了集團的魔掌 即是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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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漫畫家就走出來 普澤直樹 那天堂子 都是 外面走過來 反而變少了一些 自己陪的作家 就變成了 嗯 但那些都很厲害 不可能是 普澤直樹 可能你那時候拿著很紅的 二十世紀少年 在那裏做 那你雷據成 你拿著金帽子去做 那樣 那你那些 劑聚都很紅 而港南社這樣的風格 他就未必 好像做到Jump 那種 什麼培養漫畫家 他現在的培養漫畫家 實在是少了 但是變成外奴為主 但是 因為他外奴方格 外奴 即外奴是整理出版社 外奴的勞動力 這個意思是 OK 繼續 類似幾 會變成 近年漫畫 算是多元化了 不 多元化是作家的風格 故事實在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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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總會有些 比較有趣的 其他漫畫 看不到的 Megasyn才能看到的漫畫 他會否有好處是 他被漫畫家自由發揮 就是不會像Jump 管著你 Megasyn是有管 不會說沒有管管 他也是有腰斬漫畫 要不然就不想像 法佛老師一樣 他腰斬的角度 沒有 很嚴格 他會被你 單單聯繫到一個 程度 法律真的不定 就斬你了 如果你什麼都不管 那你慢慢畫成就行 因為Megasyn一開始 很明顯是要這樣做 因為 赤松健是 畫純直防洪超防洪 先的嘛 你不能跟他畫戰鬥漫畫 的編輯 一拳就打你了 你傻呀你 他才暗動神仓 所以一開始才要 不過 看到那個列列 周康時Megasyn是很豐富的 那種類型 例如你可以 賭博 但是你賭博 隔離一頁是AKB49 我差點還沒出賽馬 賽馬出了 有賽馬 剛才說的 然後有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 叫生仔 即是梁峰那些 最後會生仔 就是操你的小鎮 現在是有你的小鎮 現在是去你的小鎮 現在是去你的小鎮 問一下 去 錦答號你的小鎮 對 就是去你的小鎮 問一下 唉 真的 對 不過有很多運動漫畫 正如正所說的 是走意識路線 很豐富的 類型的 而且 你作為一個漫畫迷 你沒有說 甚麼都接觸一下 甚麼都接觸一下 即是你看Jump 也可以看那些東西 看這些東西 看這些東西 你才是最有得益的 對 不是 始終決定在獨者手上 沒錯 你也不排除有一個獨者 可能Megasin又買 Jump又買 沒問題 對 最後 為何回到開場 為何說兩個是 縮敵 因緣情愁的角色 因為 情敵一開始 應該是基情 因為去到兩家雜誌 共同慶祝50周年 是做了甚麼活動呢 出了一隻PSP遊戲 周康少年頂上大對決 就是兩家公司和好如初 因為大家同年同月同日生 何必同年同月同日生 互相和解 一起出了遊戲 周康少年頂上對決 內容收了大家 Megasin和Sunny兩家 漫畫的角色 一起打亂鬥 遊戲性都算豐富 叫兩家百和頭走 所以你會看到很有趣日本的事情 就是明明集團一樣 但公司又可以自己去發揮一些事情 嗯 其實 因為這方面 一針有說過 集緣社和小學館內部本身有不和 這是另一家公司的問題 不關這事 所以其實小學館和Megasin 聯手 你當作是收入決定 也沒有所謂 無理 大概簡單介紹到這裏 至於什麼時候講小學館 我就不會再講小學館 因為我沒有看的 我是看周圍 但我沒有看小學館 所以Megasin沒有看過 你現在才補回 我打算是Megasin 才可以看小學館的漫畫 Megasin也是近期 Megasin只能講的地方 某程度上令小學館起死回生 因為始終雷高過程比較少 始終雷高過程度上 自此後小學館其實都相當重 因為其實整個杜燈尼沒有了 名字都沒有了 名字都沒有了 名字都照到 全部人都只能和老派一起 像哪些 需不說一說說這個事件呢 可能會我們會強調多清楚 雷高過程事件 可能都比較清晰 剛剛說了 其實針的 新麗的版本 新來的編輯的問題 他的態度就是 主張 他們覺得自己比作家還要威 因他們始終是一個 寶卜原的舊式出版社轉形 有些竹端就是只要你畫到東西,我就當你是神 你畫到我就當你是屁 那些竹端就是半放任,但又半管著你 你畫到好東西,我多督你,又可能推你 但竹端就是我的鼻大 即是編輯都說了事 又不是編輯都說了事 你要聽我說話 主導,編輯主導 雷居成,他當時是畫摩格小金毛 我沒記錯了 基本上,雷居成,馬克家會儲回原稿 他們的儲存,給了畫完之後 他們不是編輯,是編輯整本 給他們,親手給他們 然後編輯,親手拿回去 不要問,不用編輯機,不要問 他們的傳統 編輯拿完之後,原稿就變回作家 但中間發現,有份原稿 有份原稿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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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雷居成是很生氣的 要他們找出來 但身體裏面是不理會的 不見了就不見了 所以當時要發怒告到法庭 因為雷居成覺得 這些都是我的財產 我作出來的作品 你必須有責任 給了你們有好保護具 要給我 你們不斷尊重我的漫畫 所以當時告到法庭 所以罵大了一件事 然後又是那句話 沒有合作關係 這件事就是影響到 後來 其實Sunday也打了一會兒 影響Sunday 這件事 那Magazine不能再吃多個 慢慢加回來 本身Sunday已經是最 本身Sunday是最划算的 他排第三的 你怎麼下跌第三也是 那也對 三本裡面有貴君 是不是很厲害 這是在某程度上 不過他一個力真相 又是以拉台 不是紫金墮落 其實Sunday是好的 因為他本身 首先他跟澤兵士夾擊 Mega線 以及這方面 他中間不可以犯錯 你這麼多年來 他算是平穩發展 雖然我追不過Mega線 但我持續發展 又跟澤兵士夾擊 Mega線也算是好的 但是雷居成之後 他才開始倒進去 所以這件事 影響了幾大 當然 因為我不熟悉 所以詳細情況影響幾大 我就 表面說 我不是老師詳細情況 為什麼 如果有興趣的讀者 可以在我們的報告補完 就是 今晚的分享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對Mega線 有其他興趣 不過我覺得沒有 Facebook問了 沒有人出聲 有人問你快樂天 我想說 不過我顯然 你是一個很健康 和健常的節目 除了一個支持之外 不過他今天不在 一個主持 對 每一個主持 大家有興趣 或者可能 有些不為人知的消息 我不知道的 你知道的 可以放上來和我分享一下 當然是 多謝大家 今晚的節目時間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